這種方式一定可以達到你要的那個目的 當然先求做出來比較重要這樣子 但以後你可能可以思考一下 或者是趁這是機會思考一下 我真的做那麼多 花那些時間去做排序 或是其他比較複雜的動作 真的是都是必要的嗎 絕對必要的嗎 會不會有一些做的其實是還蠻好的 但是對我的題目來講沒有那麼需要 我就可以把那個時間省下來 讓程式可以跑更快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期末你可以看看 你先想你要做什麼 然後想怎麼做 再去講義裡面看哪段程式 哪個方式可以幫助你做到這件事情 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 好 這個應該也是有錄進去 這個大家也可以看得到這樣子 好就這一塊這樣 好最後這裡 後面就比較輕鬆一點的補充了這樣 因為前面核心的幾乎都講完了 後面除了一個剛剛說的那個 你可以自己定義一個 你自己的特殊的資料型態之外 其他就是一個擴充的而已這樣 有時候呢你需要你在讀取資料的時候 你不只一個人不只會有一個陣列的資料要存 可能有多個陣列要存這樣 譬如說大家的你的學 你的成績單的系統 應該在教務處那邊就是一個 至少兩個平行的陣列 根據你的這個你的ID 你的ID是多少 你用你的ID D0個ID先查出來他的學號是多少 然後同時也對應到他的GPA 然後可能還會不只 可能還不只兩個陣列這樣 一個人的學號進來 看到一個人的學號進來 看到他的譬如說出生年月日好了 看到他的目前的成績 看到他的自傳等等的 可能會有好幾個平行的欄位 這邊的重點在於說 這個叫parallel的array 平行的陣列 也就是原本在這個 在這個單小單元之前 我們所講到就是一個index 只會對應到一個陣列而已 但實際上 他是可以同時對應到多個陣列的 譬如說ID0 這個假設就是 有點忘記 這550算是在代表什麼 這樣我們就姑且先假設 他就是一個他的出生年月日好了 這樣子 就是舉例而已這樣 然後同時這個ID0 也會對到一個GPA的陣列 代表他目前的GPA是2.71這樣子 所以 這邊讓大家參考一下這樣子 就說有可能你在專題的時候 有可能會需要同時多個陣列這樣 好 所以像這邊這個程式這邊 就是一次就輸入兩個陣列 一個是ID的 一個是GPA的 然後這個陣列 我就可以同時輸入 就用FOR迴圈 我在輸入ID的時候 同時也輸入他的GPA 就會產生前面這樣子的效果 D0個對到兩個陣列的 同樣一個位置的數值這樣 所以這個比較還好一點 就是你如果真的需要用到的話 就看一下這個平行陣列到底在做什麼 這樣子 好 所以像這樣子 你輸入 student 0 輸入 5503 2.71 他就同時 這是其實兩個陣列的數值 但他是平行的把它同時印出來 平行有個意思就是同時進行 這個 parallel 就是平行 平行也可以說成解讀成它的意義上 就是同時進行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同時輸入這兩個數值 我也可以同時用這個printf 同時輸出這兩個陣列的 某一個位置 代表某一位學生的數值這樣 所以看這個學生有幾項 數值要列印出來 比如說大家 的成績單可能就至少到時候 應該最好最少都有八個學期 在畢業的時候 應該都最少七個學期 有同學可能會提早畢業這樣 好 這樣子 最後是這一個這樣 沒有最後這個後面還有一個 但那個也還好而已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點這樣子 但是這個我就覺得可能不一定會用到 大家可以聽聽看這樣 你覺得看你在期末專題 沒有不會用到這個東西 就說前面我們有交過很多的資料型態 integer double 字元這些都是別人幫我們定義好的 我們只能夠根據它的規範 在這個資料型態裡面去宣告正確的數值 譬如說如果是整數 他就要宣告整數 小數就是小數 字元就是字元這樣子 他有一個規範 就是我們必須要這樣輸入 那有可能有時候 你在你的這個資料型態裡面 你的code裡面 你想要有自己的資料型態 是比較獨立開來的 這個就是可以做這個叫 enumerated type 叫列舉 中文叫列舉 不過我其實都是比較建議大家看英文這樣 因為雖然我把這個列舉給寫出來 列舉 等一下你們聽完 看看列舉能不能對應到那個意思這樣子 就說講列舉 就不知道有沒有比較清楚這樣子 總之他就是一個自己英文的解釋來說 他就是一個特殊的資料型態 這資料型態是寫程式的人自己定義的 你要定義他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type 所以待會大家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型態這樣 前面就是保留 這是固定的 這個是你自己定義的資料型態的名字 類似於integer這樣 比如說integer就是int double就是double 這是你自己定義的資料型態 叫dayt這樣 這dayt就只有七種可能的數值 monthday tuesday wednesday 一直到sunday 之後你這樣列舉出來之後的意思就是說 到時候你會看到我會用這個dayt 類似比如說我們宣告整數會說 integer 等於多少 對嗎 type是integer 變數名稱叫a 現在呢 這個type就叫dayt 你看到這邊 你看這裡 應該說看這裡 這個他是假設這個叫 這個資料型態叫expenset這樣 我其實要先讓大家看的是這個 他用這個資料型態宣告了一個變數 有點像integer a的感覺 你就把它想像成這個就是integer 這個就是a這樣子 這個資料 這個變數 這個型態是他自己宣告出來的 在這個例子裡面 他是說 欸 他宣告一個花費 他的帳單 譬如說可能也許管理 應該是財務管理系的同學 也許你的專體會想要做 類似帳戶報表的 的處理輸入 或者是做一些統計這樣 那你可能就會 人家輸入的時候 可能就有一些不同的類別 譬如說他這次 這一筆 如果大家有在記帳的話 你這個月的花費 多少是在娛樂 多少是在租房子 多少是在買一些 器材 食物 衣服 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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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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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生來講 你們現在有人開車來了嗎 以前我們系上有個老師 他大學時候說 就已經開賓士來了 那你就很好奇 那他當老師的時候是開什麼來的 大學他開賓士 那當老師的時候開什麼來的 開寶石姐 開寶石姐 所以你以後 如果在系上看到寶石姐 就是他的 但是為了隱私起見 我是不會跟大家講 那個老師是誰 這樣子 免得以後 如果你跟他有什麼恩怨 你就知道 那個車是他的 這樣子 不過他就很明顯 全中山可能也只有 那麼一台寶石姐而已 這樣子 對 你要在學校這個單位 看到很厲害的跑車 有點困難 但你以後去組科 應該就不稀奇了這樣子 不過就是你到底開那個 跑車去你公司 目的是什麼 以後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汽車 保險 一些其他的雜項這樣子 這個就是 我要講的第一個觀念這樣 你可以自己定義一個 自己的資料型態 然後規定這個資料型態裡面 只能有什麼樣的數值這樣子 譬如說像這樣 然後還要再講第二個 要注意到的是 他這麼宣告之後 以後這個數值 裡面的數值 如果你到時候存0的話 0就代表 這個就代表Entertainment 就是 娛樂 1就代表這Rent 2就代表 Utility 等一下有個範例 你會看到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這樣 所以 譬如說這個 前面看到這個Sunday 這個也是一樣 你可以定義 譬如說你的程式專題裡面 就是需要有一個 你要自己把這個 星期幾當成一個獨立的變數 資料型態叫DayT 它的可能的數值 只有Monday到Sunday 一樣的意思 就是你這樣宣告之後 Monday就代表數值0 Tuesday就代表數值1 這邊就代表6 這樣子 0 1 2 3 根據你宣告的順序 所以在這邊 你就會看到這個code 在做什麼呢 他在這邊先定義好 他自己的類別 有這一些花費出來的類別 宣告一個變數在這裡 叫Expense Kind這樣 所以他一開始會請大家 這個程式會請輸入 就是一個Expense Code 來代表你這個類別到底是第幾個 所以剛剛有跟大家講 這麼宣告之後 0就是Entertainment 1就是Rent 所以0到7 0 1 2 3 4 5 6 7 你待會這邊輸入0 然後他後面會把它這個 加印出來 這裡會有一個Switch 這邊可能不知道多少同學 現在有用到那個Switch 就不是以Fails 是Switch 如果你輸入0 這個Entertainment就是0 然後就會印出這個數值出來 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例子來講 就是請使用者 在登帳的時候 他就不是輸入這些文字了 他是輸入數字 節省他輸入這些文字的時間 你這麼宣告之後 以後你輸入0 就代表Entertainment 1就代表Rent這樣 所以你就看你之後 自己的專題 有沒有你 你需要把它分出來類別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不用再去 輸入那些文字 用數字來代替就可以了這樣 所以這個code就是 請大家先輸入 你的類別是什麼 然後他幫你把類別的文字 印出來給你看 讓你對對看 所以你輸入0的話 他就會進到這個print這邊 然後就看0是Entertainment 所以他就印出printf 這印出來Entertainment 印完之後就跳出去 break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他都一樣的 就是說 utility就是er 然後就印這個 然後food 重點就是你可以記一下 重點就在於說 你這麼定義之後 以後 在你的code裡面 看到Entertainment 他就是0 rent就是1 utility就是2 這樣子 你用了一個數字 來簡化 這個文字的一個表示這樣子 但是他其實他們兩個之間 還是有對應關係的 你之後還是可以把它印出來看 這樣子 這就叫列舉 實際上我中文應該沒有說很好 我不知道列舉跟這樣怎麼對應起來 講列舉會不會比較容易知道 就是這個意思這樣 雖然好像是有一個感覺是 列舉出來就是一個表在那裡 還是大家覺得 這個列舉在這邊要怎麼解讀 你們會覺得比較像是 像是 他真正的意思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試著體會看看這樣子 就說如果你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資料型態 然後有一些文字 然後你不想要輸入那些文字 你可以用這個 就type def這個 列舉的這個東西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這個也是 你就可以用 譬如說剛剛那個 你如果宣告這個today today這個變數是 一開始的這個資料型態 你可以連結一下這樣 就剛剛看到那個today 是用這個dayt來宣告的話 dayt是 today是這個dayt這個型態的變數 有點像integio a integio就是dayt a就是剛剛看到today 那麼monday就是0 tuesday就是1 winsday就是2 代表的意思是這樣 那麼你就可以用 也是可以把它用在那個array的裡面這樣 你就看array這裡這樣 monday的score就是代表answer0這樣子 tuesday就是1嘛 代表answer1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個看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為什麼today等於monday today小於等於friday這樣 看起來很像跟之前所學的4回圈不太一樣 4回圈以前都用的是integio這樣 為什麼這裡全部都是文字 那是因為它宣告了一個 定義一個自己的變數是日期 monday就是0 friday就是4這樣子 所以0到4之間 它去做這個處理這樣 看一下 這個看你們會不會用得到這樣子 好 這個應該就是最後一個章節了 正列 除了剛剛現在講到兩種正列 一個就是一個的 一個就是平行兩個的 還有另外第三種 多維度的 多維度的 我們的正列一般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一個維度的index而已 就0到7 0到8這樣子 那有的情況下呢 你可能會需要一個多維度的 像是一個表格的一個方式這樣 譬如說像這樣 如果我要請大家 譬如說 作業 假設是作業好 就寫一個99乘法表給我 你要怎麼寫比較快這樣 回圈 回圈 然後要排成像 那種就是 大家熟知的 那就是有準備表的那個方式 回圈 然後你的正列要怎麼宣告 兩個括號 然後兩 應該以後我需要這個時候 應該問你就 對 兩個括號就像這樣子 這個就是兩個 兩個那個 兩個維度這樣子 就是一般我們前面交的 是不是都只有講這樣而已 對嗎 就只有一個中瓜弧的 就一個維度 我也0到多少這樣子 就像 這維度就xy軸 現在還有什麼三維的 z軸 還有四維的 你有聽過四維的嗎 四維度 第四維度是什麼 syz 第四維度是什麼 時間 你說四維度是不是 不錯 欣賞 我想說我剛剛是不是聽錯什麼 我只是想說 你是要講四維度還是四維度 這樣子 很好 那如果是四維度呢 syz 第四維度是什麼 時間 那你們有去看過4D的電影嗎 除了椅子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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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椅子會動還有沒有別的 我跟你們講過 還是你們本來就有去看過 因為我有一次 我第一次看到4D的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實在太新奇了 我不知道到底要幹嘛這樣 然後我就跑去 一個人跑去台北看 一個人 一個人 蠻奇怪了吧 只有理工人會這麼做這樣 因為一個人去吃飯的都是理工 一個人去看電影的也是這樣 就跑到那個 信義區那個威秀那裡 這樣子 一張票好像五百多吧 然後我去看那個 那個叫什麼 環太平洋 就是機器人對打的 因為我想說那個 4D的應該看機器人 應該不錯這樣 然後我就去了 是真的蠻好玩的 就除了椅子會動之外 那個機器人被打到的時候 你的背後會很像有人出拳揍你 就是你的椅子都沒有跟 就是如果那個機器人被揍 然後主角被揍 他看起來很痛 他會讓你希望讓你感受到 他也很痛 然後就 然後那個機器人 還會被壓到海裡面 然後 以前面譬如說這樣 你前面那個椅子後面 就有一個孔 還噴水給你 他就壓著 然後如果他是水花建起來 就啪 但好像還沒有味道的 這4D還蠻好玩的 如果有空的 但我覺得是蠻貴的 一張票要四五百 蠻多 有些電影還蠻適合看的 比如說你看可能 什麼變形金剛 玩命關頭 等等的 那一些應該 動作片應該蠻適合 那如果你看一個那種 文藝愛情片 那個4D的 應該從頭到尾不會動吧 猜應該是 他可能也不會上4D的 這樣子 沒有必要4D 對啊 對啊 在高雄 似乎沒有4D的 有那種模仿的 好像不是純4D 但那個我沒有看過 這樣子 好啊 蠻喜歡看電影的 所以搞不好以後 在電影院會看到大家 通常看到大家 在電影院看到大家 好像 你們是不是會覺得說 你們會想要避開我 對不對 還好 不會啊 我想要通常都是我看到 好像是同學 然後我就若無其事的走過去 他就會自己跑走了 對啊 不過通常有時候 我是會打招呼 所以應該 哪什麼時候可能會再看到 就像有一次在那個 武路的大力果汁 看到一個同學 他就一直在那邊喊一個東西 我實在是聽不懂他還說什麼 但是後來他喊到第七第八次 我終於聽懂了 然後就這樣喊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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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聽走進去 你好 你好 滿可愛的一個人 這男生 這男生這樣 好 所以這維度 所以 有時候你就可能需要多個維度 來表示資料 你會比較容易存取到那個數值 譬如說假設 這是一個九九層發表好了 就是012 012的這樣 那你就可以宣告一個陣列叫這樣子 這個就是X軸 這個是Y軸這樣 只不過這邊講義 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看課本的話 他跟你講在 就是 Function的宣告的時候 如果那個Function有接收 譬如說一個二維度的陣列 那麼你在他宣告 只有在他宣告的時候 第一個維度的size 你可以不用填數值 當然後面的維度都一定要填 譬如說這邊就是X軸跟Y軸 Y軸有三個 實際上X軸也有三個這樣 我特別講這句話是說 這個只有在Function的Prototype 寫錯了 Prototype這樣 Function的宣告的時候 才會 才可以這麼寫 一般來講 幾個維度你就要宣告 他的size是 把它寫清楚這樣 譬如說這個應該要寫成 你真的要宣告的時候 就T-Tech 33這樣子 那麼以後你在算 譬如說九九層發表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兩層的4圍圈 一般來講就是你的維度是幾圍 就用幾層的4圍圈 兩層就是4兩層 三個維度就4三層這樣 兩層就分別 譬如說你現在要抓 你想要算1乘2的結果 然後算出來答案是2之後 你要存在這個對應的位置 那就用T-Tech的1 第一個1是代表這一欄的 就是直的這一個這樣 就1 2這樣子 注意一下這個1是直的這一欄這樣子 2是這一個 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表示成很方便的一個形式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過我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一般來講你的程式如果會跑很慢 有可能是因為你把這個維度宣告太大 譬如說你宣告一個三個維度的話 你就會需要三層的4圍圈 你可以想像一下 只要那個4圍圈裡面的N 那個圍圈的數值是1000的話 三層的4圍圈是多多呢 1000的三次方是多多 應該就100 10的9次方 就10億了 你那個光是跑那個回圈 就要10億次運算 雖然大家的電腦是很快 你的電腦是1GHz 理論上來說10秒就做完了 理論上來說 因為你同時可能還有在做別的事情 但是你那個10億次的運算 可能還不只跑一次 你可能有時候你寫專題的時候 可能就會體會到 有時候你一開始可能先用這11次 做一次初始化 後來再用這11次更新數值 再過來再來一次11次去把值取出來 做運算或者是印出來這樣 所以有時候程式會跑很慢 就因為你的4圈圈的乘數太多了 最好如果你真的 譬如說排序好了 排序用兩層4圈確定可以做 就N平方這樣 那現在做到最好的排序 就是N logN這樣子 你沒辦法用一層的4圈圈 就把所有的排序都做完這樣 簡單來說是這個樣子 但倒過來來講 如果你以後可以發明一個方法 可以用一層就N的方式完成排序 你的貢獻會超級大的這樣 雖然不會有諾貝爾獎 但是會有另外一個 就一開始我跟大家講過 那個圖靈那個獎這樣子 對啊 不過那個可能也是要 需要一段時間耕耘這樣子 好那這邊就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只是要檢查這個 譬如說他這邊宣告了兩個 維度的陣列三乘三的這樣子 然後他只是要檢查說 那這個裡面的數值有沒有滿 他是不是空白的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就先假設了一個 假設一開始他是都有填滿的 Answer一開始是1 這蠻常見的程式技巧這樣 你想要知道一個答案 你就讓那個答案一開始 先是某一個答案 然後去用4圈圈去檢查 有沒有違反 一有違反就把這個值蓋掉 像這個例子他想要知道 這個9乘9 不是3乘3 9個數值有沒有都被填滿 他先假設有 然後去檢查有沒有誰的這個 結果是空白的 所以你看到 他就用兩層的4圈這樣子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 盡量把這個回圈的維度給降低下來 會比較好一點 你在時間上會比較可以節省這樣 如果你以後是希望做電路的 特別你更不能夠用那麼多維度的 要不然你的電路會超大這樣子 上次有給大家看到電路現在很小 你只要用到很多維度的做電路 你就要付錢 本來那個晶片那麼小是不用錢的 台灣幫你出的這樣 但你弄很大 你只是扣的看起來很多而已 但是你就要付到三四十萬這樣子 做一顆晶片三四十萬 以後就可以 因為我實在是不敢念那兩個字 以後就可以修 我實在是不敢念那兩個字 他在我們心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我實在不敢念那兩個字 就院長 前院長 前院長 你感覺應該 跟他處的應該蠻好的 沒有啊 我們也只是私立下戰教 你敢對著他講嗎 我這樣子不敢啊 可能感覺沒有人敢這樣跟他說話 會怕怕的這樣 反正搞不好以後你就被他研究生也不一定 你就到時候就可以叫他這個 所以就是說到時候你就會 譬如說 剛剛說的前院長會開一些課 大三我也會開一些課 可以做晶片的 那 到時候你就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就說 這邊是叫寫軟體的 但是寫電路就完全不一樣的一個觀念 雖然都是寫程式這樣子 好 你甚至也可以用三個維度的 你看三個維度就很難想這樣 這三個維度就有XY還有XYZ這樣子 如果真的要把圖畫出來 這邊 這邊有三個維度 這邊又有四個維度 然後這邊又有九十 一百個維度 這麼大的 023 存取到這一格這樣 有點像大家 你們現在學那個卡諾圖這樣 現在有教卡諾圖嗎 如果是那個KMAP是五個變數的是怎麼畫的 要兩層 要兩層嗎 要是立體的 立體的 像這樣子 所以 以後你要做的卡諾圖比那個還複雜 五個還算小的 那就是不會用那個方式做 所以那個就是了解一下原理就好了這樣子 好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原則上來說它可以用 但是還是建議大家盡量不要用到這麼多維度的 盡量可以一個維度做完就一個維度做完 這樣你的時間 跑的時間會比較快這樣子 好結論的部分 所以這邊交了一些特殊的資料結構 陣列還有堆疊 堆疊看一下大家在最後你會不會用得到這樣 陣列其實就是一種特殊的資料結構 它可以存同一種type 如果大家有興趣你可以看課本 應該是下一張吧 還是下一張 會交到一個叫structure的結構的東西 真正的結構是可以讓你存不同type的東西 這邊的array是一個特例 它只能夠存同一種type 要嘛全部都integer 要嘛全部都double這樣 但在下一張還是下一張 如果下一張是地毀的話 那應該就是下一張這樣 你就可以存 譬如說 你一個學 譬如說假設 譬如說我的資料 我有我的分數它是integer好了 然後可能還有我的地址它是字串 然後可能還有我的 譬如說成績等地它是字圓 可以有我一個類別 其實可以存不同類型的資料 那是比較廣義的這個structure 那是後面要交的 這個單元就是很特例 就是一個array而已這樣 同一種type這樣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一樣先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再繼續第八章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好 然後判定就八點五十到九點十分 也許下禮拜先試做一次看看 如果這樣做你們覺得 好像哪邊怎麼調整比較好 大家再跟我講這樣子 不然可能我覺得要再找一個 一天出來有點困難這樣 好那接下來我要講這個第八個單元的部分這樣 這第八個單元其實接續上一個單元 上一個單元我們講到陣列 陣列裡面可以存integer 可以存小數也可以存字圓 如果陣列存字圓 它就變成了字串這樣 字串在整個軟體的設計 或者是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塊這樣 比如說大家現在用的就是Word 這種追系統都要處理文字 如果大家一些學科做什麼 電子學做一些運算 你的公式也是一些文字這樣子 所以然後你可能在期末專題還會說 我在檔案裡面輸入一些文字 然後你的程式要把它讀進來做一些處理的 譬如說你可能會輸入 假設你要做一個成績輸入系統 剛剛看好像有同學要做一個蠻有趣的 跟電玩有關的這樣子 蠻有趣的這樣子 那你可能就會需要一些名字啦 年紀啦 武器之類的啊 這樣還不錯這樣子 欸搞不好你這樣以後可以開一間遊戲公司 我是還蠻懷念 以前的那些電腦遊戲 問一下 你們有 我問過嗎 沒關係再問一次 你們有玩過仙劍奇俠傳嗎 你們有聽過十里坡劍神嗎 沒有 沒有喔 十里坡劍神是什麼呢 因為仙劍奇俠傳的第一關叫做十里坡這樣子 啊有的人不知道 過完之後可以往後面走 會換場景 他以為就是這麼一關 他就在十里坡把等級練到最高 這叫十里坡劍神 就跟以前 你有玩過金庸群俠傳嗎 有人聽過嗎 講這個就是我的問題 挖洞給自己跳這樣子 還是講仙劍奇俠 我真的蠻懷念那個時代 現在好像都是網路遊戲了 沒什麼 沒什麼時間玩這樣 所以自竄應該在大家的專題裡面 也可以發揮蠻大的一個功用這樣 然後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自竄他是怎麼被儲存起來的 你怎麼對他做一些格式化 對對左對右 靠左靠右對齊等等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些運算這樣 譬如說自竄的複製 自竄的複製 或者是把兩個自竄接起來 你可能現在輸入很多東西 但是最後你要輸出文字的時候 你可以把那很多東西組合起來 這個叫接起來這樣 這都是自竄 在C裡面就有自竄的函式庫 叫Stream.h 之前學過 stdio.h 也有學過數學的那個 max.h 這邊學到第三個 Stream.h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資料庫去幫你做很多的事情 複製 接續 後面還有一些比較 然後 自竄這邊有一個問題 特別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在宣告的時候 自竄也有一個大小這樣 那你不可以存一個 比他這個 自竄的大小還大的數字進去 這麼做是非常危險的 為什麼它很危險呢 因為你如果譬如說這個 自竄你宣告只能存十個字元 然後你存了一個十二個字元的自竄進去 編譯器不會跟你講有錯 但是你存進去之後 你就是會少兩個字元 導致你的結果可能是錯的 這樣你要debug 要抵很久很久這樣子 所以這個叫buffer的overflow overflow就是超窄 就是你本來這個 只能存十個字元 你偏偏給它存十二個進去 待會讓大家知道一下 一個字串 它大概會有幾個字元所組成這樣子 那那麼也許譬如說 搞不好你的專題 是會用到這個叫文字編輯器的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建議大家就可以看課本 課本有一個 蠻好幾頁的章節是在講 怎麼用目前為止學到的一些語法 來做一個文字編輯器 你可以對任何的文字做搜尋 或是做複製 就很像你在 大家有用 應該有用過文字編輯器 就是用那個 我們在寫程式的那一套 就是一個文字編輯器 所以搞不好你的專題 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也可以看看 這個他們本來是怎麼做的這樣 好 那我們就先從 這個第八點一 這個章節來開始了這樣 所以先講一些 跟字串有關的背景的一個知識這樣子 就說在一個字串裡面 這每一段 這每一些文字都是一個字串這樣 字串裡面呢 空白也是一個有效的位遠 空白 譬如說這樣子 我這個每行字之間 其實都是有一個空白在這一邊的 一個空白就佔了一個位置 這是他的意思 有效位遠就是 自創 我們說可以存 譬如說十個字緣好了 那如果你這十個字緣裡面 有空白的話 他也會佔掉一個字緣的空間這樣 空白是這一個這樣 那 自創的最後面 會有一個叫做斜線0的 這個叫諾的character這樣子 如果你要找他的中文 他就叫一個空的 空的一個位遠 空的字緣 他沒有什麼意義 他沒有字緣上意義 他就是一個結尾符號這樣 這個也會佔掉一個位置 所以如果我們說呢 譬如說像等一下你會看到一些範例這樣 譬如說我就以這個舉例來講好了 我找一個比較短一點 譬如說這一段如果我們這個 這個瓜虎不要看的話 這一段字串他會佔了幾個位遠呢 你看這邊一二三 這邊就四個 然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四加九十三 那這樣是不是代表這個字串就是十三個字緣呢 不是 因為中間有一個空白 最後沒有一個結尾 他是十五個字緣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這樣子 空白會是一個佔掉位置的字緣 結尾 每個字串都有一個結尾 也就是當你按下Enter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結尾 在被存到字串裡面的時候 他會變成是一個斜線0 叫諾的character這樣 這諾叫空的 等一下我有一個 一個學生傳給我的一個圖片 蠻有趣的 解釋 就是我讓大家思考一下空的跟0 你們覺得是一樣的嗎 諾跟0是一樣的嗎 翻這個空很像就是0對不對 就是沒有 但實際上諾跟0是不一樣的 然後在網路上有人就 研究這個C程式的人啊 他就弄了一個範例讓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諾什麼叫做0 給大家看一下這樣 先讓大家看什麼叫做0呢 這個場景是這樣 當你走到廁所裡面 當你走到廁所裡面的時候 這樣子叫做0 這樣叫做0 衛生紙有這個桶啊 但是沒有衛生紙 這樣叫做沒有衛生紙 0這叫0 那諾是什麼呢 如果連滾筒都沒有 他根本就不打算給你這個東西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NAN Not a number NAN是什麼呢 不只沒有這個 還給你一個奇怪怪的東西 這叫NAN C程式裡面就會看到這三個東西這樣子 0 諾跟NAN 這樣子 這個是什麼 小白兔吧 不只沒有 不只沒有 你們現在 現在我忙有比較改進了這樣 現在你們去廁所的時候 應該有衛生紙吧 有些有的 他部分都沒有 蛤 啊 但月初的時候應該有吧 蛤 我記得 我都是月初的時候 我都要趁月初的時候才會有 這樣子 就是一個月的一開始 比如說12月 可能5號之前應該都有吧 我猜 這樣子 但過了之後就沒有 因為大家都會在那個時候擠去用 這樣子 反正就 那我可以跟系主任回報一下 同學反應都沒有 沒有衛生紙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NAN NAN 就是空的 根本就連那個東西 他就不算是一個物件這樣子 所以剛剛說的character 他不能說是一個字元 但他的確會佔掉一個位置 這樣 那0它是一個字元 但是它的數值是0 這樣子 就這一個 這樣 所以你們可以嘗試著 建立一下一些背景 什麼叫NUR 什麼叫ZERO 什麼叫剛剛的NAN 這樣子 有興趣可以查一下NAN 目前還沒用到這樣子 好 所以尺寸也是宣告成是一個array 這樣 比如說就是一個character 這個尺寸我是要存自竄的 我留了30個位置給他 包含他的結尾的字元 跟中間的空白這樣子 像這個我也可以跟前面的那個 正列宣告一樣 我也可以宣告的時候 順便給他初始值 但你要注意到你給的時候 這個要大於他這樣 或者是你乾脆就不要寫這樣 好 所以像這樣子 他的位置就包含這個字元 還有這個1後面應該有一個 結尾字元的一個部分 也有可能大家可以看你的課本這樣 就要把String宣告成一個array這樣 譬如說有一個陣列 每一個陣列的一個元素就是一個 在大家的課本裡面應該是一個 可能美國總統的名字吧 還是什麼 就是要把它宣告成一個陣列 那麼他就會變成叫做一個 二維的字元陣列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宣告一個陣列 裡面都是純名字 名字本身就是字串 它就是一個陣列 就是一個異維的陣列 你現在還把它變成把它放到另外一個陣列去 它就變成是一個二維的 就是說 X軸的部分就是它字串的本身 美國總統名字 然後由上到下列下來 不同的總統的名稱這樣 它就是一個二維的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好 那你要怎麼樣子去印出來 然後或者是輸入一個字串呢 其實就跟之前是一樣 print跟scanf這一個 如果要注意一下 你要輸入或印出來的時候 字串的時候就用person s person s 然後這邊注意一下 如果你加了一個-號 就代表 這個字串印出來要靠左對齊 看你要留幾個空間給它 就跟之前交到的都是一樣的 所以像這邊這樣子 它就是靠右對齊的 那你就不要加 不要用這個- 它就會靠右對齊 留20個位置給它印出來這樣 美國總統名字這樣子 或者是你加一個-就會變這樣子 可以稍微看一下這樣 好 這邊只是一個範例 讓大家看一下 怎麼字串是怎麼被輸入進來的 這邊大家要注意到的是紫色這一塊 字串的宣告 它這邊宣告了一個 department 然後就部門 然後是日期這樣 然後這邊請它輸入 這department code 然後日期等等的 要看的就是這個 person s 它用scanf person s 就可以把這些東西給存進來 你要印出來的時候 也是用person s 所以它輸入了這些 這些東西之後 應該說紫色的 它輸入這些東西之後 它就可以把它存成字串 再把它印出來成這種格式 所以這邊重點是在這裡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 person s怎麼跟scanf 跟printf把它結合起來這樣 好 scanf的時候 譬如說你在這邊用scanf 叫使用者輸入一個字串 它把它存進來 剛剛所宣告的這個 不管是這個dates 或是這個department的時候 它的處理的詳細情況是這樣子的 跟前面教過的也是一樣 scanf在 就是如果它輸入的是空白的話 它全部都會被忽略掉 全部都會被忽略掉 像這邊這樣子 所以像前面這個例子 它會輸入max1270 這個max就 前面如果有空白 它就不會被存進去 這邊有一段話是這樣 這個在課本跟講義上 只要強調這一點這樣 這樣 它會skip掉空白的部分 直到遇到第一個字圓 然後就開始把它存進去 所以剛剛看到的這個 一開始存入這個max 它存它這邊 string的length 這邊定義是十個位置 所以max存進來 會存成什麼樣子呢 剛好跟大家提到 除了本身的字圓之外 還會有一個結尾的字圓 但因為這邊max 它就只是單純輸入 在這邊的時候 它只是單純輸入這個max而已 應該說假設 現在只是單純輸入 如果是這樣子而已 輸入max 它就會 這個結尾字圓就會結束了 如果是前面這個例子 它一下會輸入這麼多的話 中間的這個空白 也會被存進去這樣 也是一個字圓這樣 那直到最後這800 後面才會是這個結尾字圓 所以這邊其實重點就是 讓大家看一下 結尾字圓在哪裡 然後空白會被省略掉 不是空白 字圓前面的空白不會被存起來 但是在字圓跟字圓之間的空白 會被存起來這樣子 所以空白在前面的會被省略掉 但是它在字圓跟字圓 字串跟字串之間的會被存起來這樣子 所以讓它看一下 免得到時候大家在用這個的時候 看起來覺得怪怪的這樣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這個overflow的 就說譬如說 這邊我宣告的明明就是 State是10 我只有10個位置可以存 但是萬一你存進去的時候 忘記它只有10個位置可以存 你存了一個超過10個位置的字串進去 你就會發現你存的東西被解掉了 這個叫overflow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剛剛有跟大家解釋過 因為compiler不會跟你講它這個問題 它會直接運作 但你就是會發現你的答案是錯的這樣子 好譬如說像這個樣子這樣 如果明明你就只有宣告這麼長而已 0到9就10個位置 但你偏偏輸入的時候 多輸入後面這一些 那麼只要是超過9以後的 都不會被存進去 所以這個大家要特別注意 你到時候在存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你的記憶體大小 你規劃了多少 存進去要夠 要不然這個 這個是比較嚴重的 你debug的底部出來 另外一個底的出來 就是你的程式就會跳出來 什麼 記憶體用完 然後如果你是用 我不知道Mac會不會這樣 但如果你是用那個 另外一個叫Linus的 它就會跟你跑一個叫segmentation fault 那個就是記憶體不夠了 你明明只有宣告這麼多 但你卻用了這麼大 它會讓你知道這樣 所以如果你之後看到這種fault 就知道是記憶體的問題這樣 所以這邊是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overflow超窄 過窄等等的 看你要怎麼翻譯它這樣 英文就是說 你declare一個size在這邊 但是你放進去的size 比它還要大很多這樣子 好 好 接下來就是8.2的部分了 8.1就比較單純一點這樣 就是比較原理的部分 8.2就開始介紹到一些 就是字串可以做的一些運作 大家課本應該有一個很大一張表 有一張整頁的表 那個建議大家之後做專題的時候 好好看一下 那個表裡面有很多function是 到時候你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你實現出來的 在講義裡面會稍微介紹一個幾個 比較重要的這樣 詳細的大家還是對一下那個表 或甚至你就去google 或是看那個附錄後面 有沒有完整的stream.h 它的所有可以做的事情這樣 這邊一開始先讓大家看一下 Stream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把它做複製 把Stream A的資料全部搬到Stream B 這個就用這個目前在做這件事情 叫Stream copy這樣 這是縮寫 不然它全名就是Stream copy StRCPY這樣 它的重點是這樣 就是說它會把後面的複製來前面 這個參數裡面的字串 所以像這個例子來講 S1必須先宣告成一個字串 注意一下 你那個字串的長度要夠大 然後後面這個就是你可以複製過來的 這個例子就是直接把一段字串複製到S1 所以S1之後的數值就會變成hello這樣 然後後面有個結尾字圓這樣 所以它會佔掉1 2 3 4 5 加結尾字圓6個字圓這樣 所以你要確定S1至少要超過6個字圓 不然這個hello會怪怪的 會要嘛沒有結尾字圓 或甚至連那個裡面的單子都不見了這樣 那你也可以不一定要像這樣子 譬如說你可以這邊是S2另外一個字串 把S2的字串的全部內容全部搬到S1 但這個時候你就要注意一下 S2的字串的內容有多長 會不會超過S1 如果他們兩個相等就沒問題 小於也可以 那就不可以S2大於S1 它的那個長度 要不然會很奇怪這樣子 所以這邊你會看到這句話 你直接用這個StreamCopy呢 會有buffer overflow的問題 buffer的overflow 就是那個大小不夠的問題這樣子 另外一種解決方式是 你很確定的跟它講 你只有要複製幾個字圓 幾個字圓 這就是這一個叫stn n就是number 也就是說你可以像這樣子 多一個參數在這裡 跟它講呢 我這個東西複製到S2呢 只有要複製前五個字圓而已 不會沒有要整個都複製進去 所以多了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確定說 如果S2它就只有五個字圓 那我的確就是 只有要複製五個字圓 或者是S2它其實有六個字圓 但是我只要用 我只需要這邊的前五個這樣子 所以這邊 如果要被複製過去的 它是更短的話 其他不夠的地方 它都會變成nm 就剛剛看到那個 結尾字圓的部分這樣子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兩個 不同的一個地方 其實就差別就在於 這個是全部複製 這個是你可以指定 額外指定 你要複製幾個字圓過去 這樣 好 所以這邊的例子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譬如說 如果我這邊我想要把S1 複製到 製造這一個 字串 字串在這裡 S1在這裡 它有這麼長 但是我只有要複製S1的前九個字圓 那麼它會複製哪些東西呢 123456789 到這裡這樣 9 所以這邊前九個字圓 就會搬來這上面這裡這樣 剛好都在這裡 空一個在這裡 這就結尾字圓 這樣子 再看一下 123456789 到這裡 後面的這些都不會被複製 因為你這邊是用這個 STR NCPY 所以大家在寫的時候要注意到 如果你要有這個數字 就要有這個N這樣子 要不然你就乾脆不要寫這個N 你如果很肯定 這個複製過來一定不會有問題 那你可以不要寫那個數字 但有時候寫這個9這個數字 也不是為了防止Overflow 你本來就真的 一個這麼長的字串 你只要取一段出來而已 譬如說 你如果要做一個成績登記系統 我可能會輸入一串東西給你 我檔案裡面可能有學號姓名 成績等地等等 但我現在只有要抓學號 所以我只要抓前面某一段 這待會有一個問題 可以讓大家思考一下這樣子 所以這邊可以看一下這個範例 它這樣子取完之後 我們就叫它是一個Fragment 就是substrain 就是部分 只字串 substrain就是只字串 就本來一個字串這麼長 我只截取它一部分 這個叫只字串 只有它的一部分而已這樣子 好 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這個是另外一個例子 也是StrainCopy這樣子 我最好要複製兩個字元 但是我想要從S1的第五個位置 才開始做複製 這意思是這樣子 我不是要從S1的開頭 前面這個例子是說 我從S1的開頭 取九個位置 我可以 其實我可以直接指定 我要從S1的第五個字元 0 1 2 3 4 5這樣 從這個字元開始 複製兩個字元上去這裡 所以等一下有個問題是 會跟這個有關的就是說 如果 譬如說大家的期末專題 你的檔案輸入有很多資訊 有學號姓名 成績 然後它的等地 它有好幾個欄位 你怎麼取出來 個別的資訊 存到你的陣列裡面 他可能同時給了你六項資訊 你要怎麼一個一個獨立出來 存到你的陣列 你可能有個陣列叫做 存學號的 一個陣列叫做 存成績的 一個陣列叫做 存等地的等等的 但你一下就輸入 比如說 B06多少多少 然後89點多 然後AA之類的這樣 你怎麼把它獨立分開來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這樣 它會利用到這個StreamCopy的部分 像這樣我就可以取出 譬如說像這樣子 它輸入了1月30 1996 但是你現在你的程式呢 只有要去抓它的月 只要抓它的日這個資訊 不知道要做什麼 可能要做排序 這個整串對你來說 沒有每個都很重要 你現在只想抓這個 那你要怎麼抓到 你要的這個欄位的數值這樣 這個StreamNCopy就是一種做法 直接從你如果很肯定 你要的資訊是在自串的 第幾個位置 那你就這麼做 有時候你不能肯定這個位置 那你要怎麼做呢 後面會有一個做法這樣 像這個例子你很肯定 日期一定是在這裡這樣 一定是在這個第五個位置這邊 好這個是這樣 像這邊就是這個例子 譬如說我現在輸入一個字串 叫做 Adams應該是人命嗎 John Quincy Quincy是人命嗎 你們有誰的英文名字叫這個字了嗎 其實我覺得英文名字真的蠻好玩的 除了在英文課本上會看到之外 有的人的英文名字倒是在什麼 Sabrina 什麼 男生英文名字你們聽過最長的是什麼 我們記得好像都短的 誰的英文名字超過七個英文單字了 可以分享一下嗎 你的超過七個單字喔 你的 我以為你是舉手的耶 你們有 你們有英文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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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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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Amy嗎 是Amy嗎 我其實是亂猜的 感覺蠻蠻配這個名字的 如果男生三個字我可能就會猜Bob 我記得我有聽過很長 但我一時之間挖洞給自己跳 我想不想那個很長的是什麼 總之就是他現在輸入了三個人名這樣 可是有一個問題喔 你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他 他到底要怎麼分割開 你可能不知道這個名字到底是在 第幾個欄位這樣 因為他填這個名字不一定是一樣長的 他現在填Adams可能現在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John 以後第二個名字一定是在 12345678 第八個位置 但可是這件事情是不一定的 但是這個例子他只輸入了Adams 所以John會出現在第八個位置 萬一他下一次出入了一個Bub 或者是 打NBA NBA現在 NBA Curry Curry好 Curry 五個字了嘛 如果現在 CURY一樣 那我想到另外一個James還是五個字啊 呵呵呵 哪有五個字啊 那我想起來一個 但是講 那個名字出來一定又顯示出 我跟大家的年齡差距這樣子 Jordan 六個 Jordan應該就大家都知道了 那如果他就輸入Jordan 那John就不會是在第八個位置 而是在第九個 那你要怎麼把這個字串分割開來 前面這個例子很好分這樣子 就是他是固定的 January最多縮寫都是 三個字嘛 我要點一點這樣子 所以這個 這個日一定是在某一個欄位那邊 可是這個不一定啊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講義 跟大家講的一個做法這樣 他可以先這樣子做這樣 不過他這邊是不是有假設 他一定是幾個 幾個那個 他這邊先用StringCopy這樣 先把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字串裡面 取前五個 把它取出來這樣 不過他既然知道這個五 應該知道他輸入了這五個字元 好 先把這個 這個看完好了 輸入五個 然後把最後一個字元 加上 結束符號 這個就是第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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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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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的信 Less是他的信 然後First這個John是他的名字這樣子 他這個John裡面呢 他就是去抓 從他的第七個位置 不過這個也是理想的case 他知道他是從第七個位置開始 然後只抓四個位員這樣 所以這個還沒有處理到我剛剛跟大家 假設那個實際的情況 如果他現在輸入不是這樣子的一個名字的話 這個 這個這樣的寫法就會有問題這樣 如果是針對這個例子這還蠻ok的這樣 就說那我就從這個 我要怎麼取他的名出來 First name這樣 從這個place的第七個位置 只取四個位員這樣子 String copy 然後加上結尾字元這個一定要加 要不然你的字串會看起來怪怪的這樣 最後這個是middle name這樣子 middle name就是從第十二個字元 這樣算過來第十二個字元這樣 所以這個應該在大家的課本裡面也會看到這樣 這是比較理想化的 你怎麼把substring substring把它取出來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比較不理想化的 就是可以處理不理想化這樣子 我問大家想法就好 先不要講這個技術內容這樣 假設現在我的輸入名字 並不一定都會照這樣子輸入 你怎麼有什麼流程 什麼方法可以幫我一定可以分出來 我可以取出這個人輸入名字的 姓名跟中間的名字這樣 你覺得 換句話講就是你不能再用這個做法 因為這個做法 我換了名字之後就可能失效了這樣 那你覺得可能有什麼方法 用空白切 空白喔 你會想要用空白切這樣 空白切 嗯 好所以你想到的事情是 既然這三個在輸入的時候 會有一個 特殊的符號能夠把它分開來 那我是不是抓那個符號把它切開來這樣子 空白 我就切成Adams的前面這些 然後John跟Quincy中間應該又有個空白 我可以用空白來分割開來這三個 有別的做法嗎 有沒有想到別的做法的 除了這樣子切之外 要切切是一種做法 但如果不切勒 不切然後又不能指定這個 有沒有別的做法 做這件事情其實我在後來 弄一些研究在寫程式的時候 是還蠻常用到的 那我不確定大家在專題裡面 會不會用到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確定 它輸入的格式就是 信後面接逗號 然後接名 然後空白再接一個 它的middle name的話 的確你就可以用空白來做切割這樣子 但是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 看大小寫 大小寫 很好 對不錯 應該說很好 不只是不錯 大小寫 找每個地方的大寫做切割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重點就在於做切割 Stream要怎麼樣來幫助我們做切割這樣 我們怎麼切割一個Stream呢 就後面這個要交的這樣 這個講完就可以下課了這樣 一開始你還是把這個 這個東西放到這個另外一個陣列裡面去 然後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命令這樣 STR TOK這樣 這個TOK我印象中應該是Token吧 是一個特殊的字符這樣 特殊的符號 它跟我們講呢 就是說 請這個命令呢 針對這個字串 像這邊它是先用這個豆點做切割 把讀進來的這個字串 用豆點做切割這樣 我這樣看這個好像我有問題 做切割之後它就會分成這邊一個欄位 這邊一個欄位這樣子 那它就會把第一個欄位的數值 給指定到你指定的這個Laser這邊來 所以STR TOK是 你可以輸入一個特定的符號 叫它根據這個符號 把我們的字串切成不同的欄位 假設我先假設一下 這個Jump這邊也有一個豆點好了 當然剛剛那個空白是可以用的 假設這邊有一個豆點的話 我叫它做這件事情 這個字串就會被切成三個欄位 Adams、Jump跟Quincy這樣子 那它在這裡呢 它就會是用這個方式 先這個做完之後切三個欄位 它會先回傳第一個欄位的 Adams的結果存到這裡來 接下來呢 又是個重點 你要怎麼取第二跟第三個欄位呢 就是前面這個就要填NO 就是那個空的那個資源 但是後面這個切割的這個部分 還是要填你想要切割的字幅 豆點這樣子 你這樣子寫 如果它有三個欄位 你就寫三行 它就會幫你分別 把這三個欄位的數值抓出來 分別存在你要的這個變數裡面這樣子 只不過這個例子 看起來是不是怪怪的 因為它後面也是用豆點做切割 在這邊就會切不到這個Jump跟Quincy 除非這裡也有個豆點這樣 回去研究一下 所以這邊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命令 實際上大家還是建議大家回去看 剛剛課本裡面那張總表 那裡面有很多 對大家來說 字串很有用的一個程式這樣子 今天先交到這個STR TOK這一邊這樣子 後面你可以看一下這些部分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是8.2的部分 下次8.3繼續上 試一下 我們下禮拜就8.50開始上課這樣子 好